高鐵預定10月要調漲票價 不過呢 因為行政院核定 10月電價呢 也要調漲 傳出有政院高層認為 一次雙掌實在是太傷了 所以希望高鐵可以暫緩漲價 不過高鐵公司呢 今天就斬釘截鐵的表示說 沒有收到政院任何指示 交通部呢 也都已經核定了合約 希望政府能夠尊重合約的運作 10月還是會漲 方便快速的高鐵 是許多民眾往返南北的首選 交通部已經核定高鐵 在10月調漲票價近一程 不過現在卻傳出行政院認為 10月電價已經要漲 擔心引發物價連動 希望可以延到明年1月再漲 不過高鐵公司和交通部 都一直堅定 高鐵近6年沒有漲票價 這次打算一次漲足 弥補先前虧損 雖然高鐵考量民眾觀感 將配套增加早鳥優惠票數量 並有回溯票和定期票折扣優惠 希望降低漲價衝擊 但民眾並不買單 能緩最好是緩 應該還是不要這麼快漲比較好 我覺得可以緩一段時間 當然會比較好 漲價也是勢在必行 就是只能看它是可以緩到 大概是年底還是明年初這樣子 我覺得是不需要再漲了 因為薪水也沒漲 民眾抱怨物價掌聲搶不停 因為10月含漲的不只電價 還有國家風景區停車費 面對民意不滿交通部 則希望高鐵公司能夠自己承擔 不要老實推政府出面 六點TV 尹德宇 吳欣倫 新北市報導